练习要上脚立即关注,更多健康内容不再错过,不定期惊喜送给你。 苹果,如果怕胖,苹果是不错的选择,除了丰富的膳食纤维外,它所含的半乳糖全酸,对排毒很有帮助,而果胶则能避免食物在肠内孵化。 每天去死,不割苹果,如果肠胃容易胀气者,则需有所节制或和自卑苹果汁,可预防胆结石,选择苹果石,别忘了被颜色的苹果品种,效果更好。 草莓,不可忽略的派毒水果,热量不高,而且又含有维生素C。 在自然疗法中,草莓可用来清洁胃肠道,并强固肝脏,不过对胎丝脾瘤过敏和肠胃功能不好的人,不宜食用。 樱桃,很有价值的天然药石,樱桃的果肉能去除毒素和不洁的体验,因而对肾脏排毒具有相当的辅助功效,同时还有温和的通便作用。 最好选择或是饱满结石,带有绿梗的樱桃,葡萄,现在几乎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的深紫色葡萄,也具有排毒的效果。 它能促进肠内粘液生成,帮助肝,肠,胃,渗清除体内的垃圾,每一的小缺点是热量有点高,40颗葡萄相当于两个苹果的热量。 温馨提醒,在饮食上也应该有所注意,生活中我们要注意自己的饮食构成,这样才能更好地避免发生疾病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